前总统马英九他的民间友人陈述菊 因为身体因素收起了菜摊继续疗养 而他的生活情况也让前总统马英九十分的关心 5号下午马英九总统利用来到台东参加活动的时间 也特别和县长黄建廷贤抗力 在县长官邸和陈述菊来见面了 他们一起话家常 马前总统也和黄县长一再提醒陈述菊 一定要注意身体健康 无论是在任或卸任 前总统马英九只要来台东参加活动 都会来到市场来探望陈述菊 甚至还帮忙叫卖 对于陈述菊女士 常年做爱心不间断精神可以说是由衷敬佩 然而顺悦不饶人 今年初陈述菊女士因为病痛 不得不收起市场的摊位来专心养病 不过她依然关心在地的弱势团体 持续进行爱心款项的捐赠 让人十分的敬佩 5号下午前总统马英九来到台东参加活动之际 特别安排时间在县长官邸 由县长黄建廷夫妇陪同 和陈述菊女士相见欢 马英九前总统除了了解 述菊女士近况之外 也一再叮咛要她注意身体 那总统有没有特别喜欢你买哪一个菜 他什么都喜欢 你是我们心目中的偶像 你当台北市长的时候 我们就蛮欣赏的 对啊 那是你要当总统的时候 我去投票 那个投票的时候 很奇怪你这个人从来没有来投票 我从20岁成年到现在我没有投过票 我不知道投票怎么投啊 要问人家啊 那个投票手的人说 你都不是人不在投票 你这次怎么会来投票啊 我说 我们的偶像要出来当总统 我来投一投 这张票太珍贵了 因为很多像我住保商路啊 那个里长一直换一直换 他说 这个人从来不投票 我到时候有问我啊 说你从来没有去投票 我说你怎么知道 里长说你这个人从来不去投票 我就没有投票 然后 你要出来当那个 我们现场要出来当 你跟爸爸去市场嘛 对不对 爸爸跟我爸爸是朋友 我朋友 这样子 我说 爸爸的好朋友要出来当县长 然后再去投 这样子 那你这辈子就支持过两个人而已 对 而平常就很关心 数局女士生活状况的县长 黄建廷夫妇也表示 数局女士可以说是台东县的荣耀 所有乡亲都以自家人的心 期盼数局女士可以健康快乐 这场会面活动气氛相当融洽 温馨 现场黄建廷也强调会持续来关心 陈述局她的生活起居 也期盼养病过程可以顺利 记者潘俊运 台东市报导 谢谢 谢谢 谢谢